Sports 运动 永远在意的就是记录 他是史上最年轻拿下 20 20 10 的球员 这时候这些收藏家 就会开始因为这些记录 而开始慢慢的期待这个新的Gating王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婆不要看 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位 Sean Gilgis Alessander 称SGA 因为他的字母真的太长了 我们俗称他叫字母D 那字母就是Yanis 所以这个非常长的字母 就是第一个到人家最亮眼的部分 然后他来自加拿大 他应该是最近除了Trey Young 还有Luca Dantich那一踢 其次之外最红的一位 最佳进步的球员 他为什么会进步的如此多呢 他是个6持5的低控位 但是因为他是跟着Pris Paul 还有Scooter 他这两个的搭配以后 他需要达到第三号位 所以一号位跟二号位 被Chris Paul 跟Scooter打掉了 所以他达到第三位 但是他赛于的 莫怀切入 还有他比较长的臂长 还有他较稳定的三分 但是还不够稳 大概三成五左右 所以形成了雷霆队的一个 他们那个新的称号 叫做新雷霆王 所以在这个新雷霆王的产生是因为 他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的平均场均得分 可以高达19分 甚至到20分之多 因为我们会说 这个新人年的指标 或新人年的两年的指标 只要他平均超过20分 他绝对会是指标 我们之前有介绍的Ben Simmons 他都可能最后只有17分18分左右 所以代表这个新人 他可以独当一面 他可以去得分 他还可以有分球 虽然他的分球 视野没有像是Tray Young 或Rupal Dantich那样子 但是他在这个1920的这个季中 却创下了 时尚最年轻的记录 注意 Sports 运动 永远在意的就是记录 他是时尚最年轻 拿下20 20 10 的球员 20分 20篮板 10助攻 这个是他是 时尚最年轻 大概22岁 23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拿下这样的记录 这时候 这些收藏家 就会开始因为这些记录 而开始慢慢的期待 这个新的雷霆王 怎么期待 不是还有Chris Paul吗 不是 期待他走 成为他是新的少主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些 思考的逻辑 就是当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人打得不错 然后因为 这个Chris Paul 大家也知道他不会久呆 但是他又有点像是在教导这个SGA 说你要怎么打球 你要怎么控场 而且这个教练 在这时候雷霆的教练 也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在关键的时候 在前期SGA尽量的上场 但是在Chris Paul 在关键的第四节的时候 他就会带着三个后卫 直接maintain整个场上的控场 所以让大家会有一些很多的期待 心里说 在这个SGA 在这个Chris Paul的带领之下 SGA才第二年 而且他的切入 跟他的抛头 是他的主要的武器 而且看似他在这个外线的部分 也有稳定的成长 再加上他的防守 也是大家会所期待的 这个就会是我们说的 为什么这一年除了Trey Young 还有Luca Vontic之外 的第三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人 因为他的平均场均得分 可以高达快要20分左右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 在这个卡架的部分 历史的部分 他从之前的在季初开赛的时候 PSC时大约在不到200多块左右 然后到了这个季中到季末 甚至到还没有这个整个季赛 因为病毒的关系整个修饰 他从200块涨到快1000块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整个欧科巴马 这个雷霆队 他们众所期待的少主 如果能够在整个的培养当下 能够让他们觉得 哇他可能是以后 因为这个真的平均得20分的球员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让他们能够期待以后 就说那我先投资他 我先卡个位 所以这个就是卡位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结果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开始简单的去介绍说 这个是简单的Silver 然后当然这个帕尼尼还会出一些简单的限量 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的 99上是Crate Ice 好像是冰的 然后这个是红的同量 就是限量299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会再简单的介绍一些卡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卡式的逻辑 帕尼尼那时候会说 我们说Prison还会出一些 直接是Prison加上帖子签的那个球员卡 但是帖子签我们那时候说 比较大家都比较不喜欢 然后这个是他的第一张的直签的Chrome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去介绍的是明日签 就是球员第一次签的卡面签 所以帕尼尼也是真的很聪明很聪明 他会把它分说 嗯我知道你们喜欢亮面 所以我先出第一个亮面 然后再知道 我知道你们喜欢亲笔签名 然后直接签在卡面上 所以我签一个直接这个卡面上签 但是不是亮面 然后第三个说好那我再接上亮面 再接上卡面签 那又是一个产品了 所以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可以 三个逻辑可以玩三个系列 所以这个就是 我简单的是 因为这样子特别带三个SGA 比较特别的产品 让大家去知道说 哦原来这个收藏市场 有这样子好玩的逻辑 然后有不一样的收藏的部分 可以让公松商家去 哦我喜欢亮面啊 我喜欢亮面加签名啊 那抱歉 然后等到这个叫做Contender 所以这是Contender的这个亮面加签名 那讲到SGA的模板 那我们会讲的是Sean Livingston 那他就是那个勇士队的中距离 非常非常稳定的那一位 所以那时候在勇士奪冠的这个冠军当下 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所以他的模板就是从他的中距离 跟切入是相对的有破坏力 当然他的三分线也会是他未来的成长的武器之一 我这个收藏的入场时机是因为当然我看到他的潜力 然后第二个他是第一轮的第一顺位 我其实蛮喜欢去看一些比较顺位比较外面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人才积极的部分 前面10名前面的其实前30名的选秀都是卡 但是在这个人才天才爆棚 这个天赋爆棚的这个人才里面 需要努力的球员最后才能成功 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Jimmy Watson 所以他才20级顺位的人 他可以经由他的努力天天的在面练球以后 他可以在你内外船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说在SGA的部分 我自己有感受到说 他是一个是苦干实干的一些球员 那当然他没有美光灯 相对这就是你自己的个性 因为你可能说我也是喜欢这种 不会去跟太过于社交太过于社交 然后他是好好的练球 然后整个稳稳的去跟整个teammate合作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喜欢他的 这个沉稳的个性 当然可能那边也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整个支持以后 相对的这个卡式好像听起来也比较恩母一点点 因为这个加拿大整个国举国家会支撑着他 这是开玩笑的话 所以这只是说在每一个的特性 或者每个人的研究的部分 就会是你自己去看到他说 我喜欢吸引他的部分 吸引他的东西以后 我在深入研究他以后 他是不是我喜欢的个性 研究他的背景 研究他的这些高中的打球的这种风格 然后最后他会长出什么 谁都不知道 我所谓的长出什么就是 当他的天赋慢慢的兑现 或者像是Curry 他以前是完完全全三分准 但是他要再去练就他的三分扣感性更快 0.7秒 怎么去扣 怎么样去学 甚至他说他的这个重训 怎么样去一直练 这是在所有的这些天才们之间 最后还是回到的是努力 还有他的心态 所以这是你要去常常去观察他的video 他的谈吐 去讲话的东西 这个是没有办法在今天一时的告诉你说 欸我觉得他不错 然后他讲话还不错什么东西 这个都让你自己去看video 但是当然他这边就有一个很令人惊讶的数据 就是最年轻的2020时的球员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去跟大家讲说 认识一个球员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切入 你用什么样的个性去感受他说 嗯他可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可以帮助你去说 嗯在这个收藏的嗜好里面得到更多更多的乐趣 那种感觉就是哇 我又挖到一个宝 我觉得哇好特别 这个人我好喜欢 虽然我打球不能像他一样 但是我有眼光我看好你 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一些小小的心法 以上是非常建议 如果你刚进入这样的收藏卡式 然后你想要去找到比较便宜的标的物 比如说十顺位以外 比较关注比较少的他会比较便宜 相对的你的下的功课就好 别人还要多 你喜欢跟我一样观察这些非主流 非被关注的这些球员吗 底下开放分享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老婆不要看 我们下次见